這是誰給張君妮的嗎? 欸君妮怎麼辦?我扣到給她 我老公跟我求婚好像也是被逼的 當閨蜜的伴娘卻發現伴娘的禮服醜時怎麼辦? 當然就無所謂啊 怎麼醜怎麼來 還可以襯托新娘的美女 所以如果我要當我閨蜜的伴娘 我一定覺得她給我多少禮服都會醜 閨蜜要結婚了 但你卻發現她的未婚夫和別的女人 愛妹 我覺得要看曖昧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曖昧傳簡訊 曖昧牽手 曖昧清水 曖昧就是都已經超過三壘 這個我真的就是必須要講 畢竟我覺得男生一定要有要的行為 他們就是會一起類伴 與其現在還沒有結婚 需要趕快出現 結婚後就比較好 閨蜜們都結婚了 有小孩子現在唯一個人單身怎麼辦? 這是寫給張俊立的嗎? 欸俊立怎麼辦? 我扣到給她 我是很想幫她介紹另外一半 然後裡面她每天 你知道她現在就單身都太無聊了 只要一下飛機就要來我家抱我兒子 當學生小孩她也要去到人家蓋 反正就是她就開始 她可能剛好之後可以開一個幼稚園 有這種姊妹不送 就是有時候你不曉得 有時候你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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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單身每次都可以圓 閨蜜就可以來幫你照顧小孩 但我衷心的希望她有一天可以找到屬於她的另一半 微秘在結婚前夕突然不想結婚 開始恐慌的一半 就是想想看你爸會的那些 請這些賓客跟付了訂金的這些錢 該是不是會冷一冷 就是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完啦 然後覺得要恐慌早就恐慌的在交往 所以我們會在結婚這一年 所以這很容易即時的情緒 快樂一下 所以我會勸她 去照本來的計畫進行 閨蜜想結婚 但她的男友就是遲遲不求婚整半 這個時候她就是要不斷地去募許她的男友 因為我老公跟我說我好像也是被逼的 就是被閨蜜們 因為我老公沒有不想結婚嗎 他就是可能 就是當時就是沒有那麼積極 我覺得閨蜜就是要幫忙控制一件事情 因為男生可能腦筋比較慢 動的比較慢 動的女生想要是浪漫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幫忙控制 然後給她做結婚 最後給全天下的好婚蜜 好朋友們就是 祝你們呢 可以遭到你的真愛 但如果沒有的話 也有婚蜜可以搬 也是可以搬 有婚蜜